这是我第二部的舞台剧 第一部我演的是娘娘 所以演的是自己 所以脉络的建构 人物的设定 其实比较简单 可是这一部 毕竟演的是市长 而且背景又在塞尔维亚 所以要去厘清 这个角色的脉络 他讲的每一句台词 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的肢体动作 等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 对我来说 可能在功课上 比较需要花时间跟心力 要非常感谢那个杰千姐 其实她有跟我讲说 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个人物 然后去观察她 然后去学习她 如何当这个市长 可是在台湾可能我不太熟悉 我就去泰国找一个 就是在泰国当市长 然后是女生 然后她是什么样的 自己表达等等 所以我有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市长跟其他人的关系 你说她有跟所有的角色 有直接的关系吗 好像也没有 比较像是旁观者 对可是是一个蛮主动性的旁观者 这样 看出了所有人的各种关系 然后比较像是一个连串的角色 把所有的角色连串起来 有哪几个泰国人 可以在台湾演舞台剧 对不对 被领导叫进来 谈说你有没有兴趣 演这件事情 他也某种程度上我是觉得 那就代表着连导 从我身上看到什么东西 虽然我现在还是不知道 他看到什么了 可是至少我就觉得 他肯定会看到我的什么东西 果陀剧场神厨妙散 音乐舞台剧摘星米其林 曾国成 王嘉谦 詹姆士 斗志孔 范以飞 泰国娘娘 黄金阵容 每位登场 7月22到10月30 台北台南新竹高雄上菜喽 购票请上checksfunk售票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